對上ONG的話我覺得我們需要注意的就是 他們中原服的配合很好 尤其是在中期他們在抓機會的能力上也很出色 這是我們值得學習也值得去注意的地方吧 對陣ANGEL選手的話我們是對陣過很多次 然後他在對線上很出色 就是其實你如果拿到優勢英雄你也優勢不了太多 然後我覺得我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他跟隊友的溝通 因為他也是一名經驗很好的重男選手 所以我要在這方面特別注意吧 我覺得WE最近的狀態也是蠻不錯的 然後我看他們也是有在更換打野選手嘛 就可能我覺得他們最近的風格 我覺得更偏向於就其實跟我們差不多嘛 也是這中路就是玩那種發育型英雄 然後下路就玩一滴發育的 就基本上兩個路發育這樣子 我覺得跟他們打 我覺得更重要的就是我們打團的時候的一些細節吧 我覺得FW在這個版本發揮很不錯的 我覺得他的AD射手都玩的蠻好的 就比如說是小花火飛這樣的英雄 就下巴我也會注意他這些英雄 甚至如先還能有一手搖上的機會 但是你這樣頂著凱南選出奎桑提直接示弱了 就他覺得我下路想要看一下 就是對於Stary還有PPG來說 可能希望在下半區的組合 至少可以壓制住W1的雙手組 那實際上紅色帽打W沒受任何影響 他凱南強勢點拿了 要爭強的豬妹拿了 然後這場比賽A步也沒受到限制了 你都不能選擇上負荷力吧 全打人家放到門上 選了一個禁 那這樣子的話A步還有Mark 禁家再加上曙光的雙人組 比賽是給七七選出了禁 我來跟威魯斯搶線 坎東這樣沒能掛到 Mark直接上了 但這一波換血對於Mark來說還挺傷的 嗯 劉曼給一個點火 好中路 兩個射手位 在中路對位 再打一套 對夫婦來說現在沒有要了 BQ技能先打到Mark身上 再接一個腐敗鎖利亞 還有天真的這個球 不過回頭PPG在這個位置是越來越危險了 被說話給指到一血 會是由彥強順利給拿到 旁邊Mark配合到豬妹 想要去打一下天真 天真這個雙BUFF保得住嗎 最終還是讓豬妹掌握了雙殺 W打得好呀 雖然說最一開始 A步就miss了一個致命華仔 我們看這波 差一點也險些斬殺 嘗試搶龍 最近反正ADC選手搶龍咱也屢見不鮮了 W自然是兩條 你在合到這種交戰 但是這個位置 Angel是有點危險的 被曙光給指到了 這時候 還好是有PPGOT 舉起了自己一個E技能 Angel被迫交了一個閃線 PPGOT也要跟招閃線 在這個位置 Mark 飛破只能往前走 但是吃到了夜藍瑤 第一時間被迫交閃線 但還好豬妹也跟了一個大招 先把對方給圈推 豬妹這個大招實際上跟的已經非常不錯了 是的 但這個TP 來自威沃爾的大黃 就是這個TP也讓你不排 近一近遠距離駕居了 凱南 來一波超級無敵的大招後 大黃過去 開啟了萬雷天眼閃線進場 要將所有的戰場 全部統治身上被套了一手虛弱 要吃到盧羹後續的傷害 Android老師再去追他 但是自己的天真恐怕第一身要被倒了 FUFU划槍過來 瞄著Android 打出閃線 Harry 到了他的臉上 但是FUFU有幾個隊友就在他旁邊 Q3撬回來 但是兩個隊友也可以對他造成一些掩護 是的 不過應該行 過來看一下 我覺得看都不用看啊 啊 改變成長 現在流人 流進了威沃爾斯 威沃爾斯的敵人可能要被秒了 最後一槍全部被擋住 但是米坦將其硬吃掉 FUFU到戰場 是一個TP則利 這個華彩也定數了 Angel 但是Android剛才是交貨閃現的沒有 大黃和Harry也纏陀在一起 曙光面對到這個威沃爾的進場 好像很難活啊 是 你看這個豬妹 大頭甩到了 然後Mark 控住 哪怕其沒有布隆的盾 但還是死了 就是被這兩個坦克硬切死了 上面回藏體是硬防住凱南啊 威沃爾的史書 渾身解數 也沒有掙脫老葵的這個懷抱 而且這一條龍對OmG來說 如果真的要打的話 包括天真 包括皮皮尬聲 是沒有大招的 但是凱南是有大的 凱南說我剛才沒放大 他不會等的就是這一刻吧 是的 但是也要等凱南TP 看一下這條龍的血量 大概還有6000多滴血 OmG身心往下半區拉一下 還想再等自己的大招賺好 看4-4 大招也即將5秒之後 會順利給重置出來 下半區直接釋放了一個蝦虎先� 這條龍的血量大概還有3000多滴血 看一下兩邊的打應該會過來拼乘 2000多一個W技能 Harris先去往後拉掉了 不過這條龍會只有天真順利給拿到 看他 而且山上洗地洗了一套 直接把威沃差一點點給洗死 算了沒有死 但也被打殘了 一個花材定的 配合到旁邊的Mark 還有豬妹這一頭頂過來 後方的Fullboy開啟一個大招 前方的PPG被迫開啟一個E技能 但是他的盾感覺要著火了 PPG這個位置應該是要死了 但是威沃走過來還想再切一下 我們覺得後排也沒有辦法成功 威沃 大家說你要不先選小技能 沒事 這一波確定要開了吧 旁邊有Mark走過來 直接開大招 想殺Angel Angel在這個位置交閃 但是威沃身上應該也是有閃的 看一下 想成一個閃 但是被Angel扭掉之後 一下Q技能是收掉的對方 在這個位置 Mark連忙去阻來一下天真 但天真交了一個閃線 Q之後一個夜藍 搖 想把威沃給其殺掉 威沃就這樣也要倒了 旁邊的Mark被迫交了一個閃線 但是布隆給黏住 再接天真一個WQ 最後人頭給到Stary身上 所以河道這種地方一定是WQ能先站的 首先中路B線能推進 想勝強系列先打Abo一套 打成半血 這一套打得還不錯 效果是不錯的 是的 直接頂過來繞紅 還有一種凱南大黃 Stary非常非常的危險 凱南變成小電球 甚至還躲過了腐敗 鎖鏈一舉兩得 將他直接電死了 凱南自己隨時而去 雙方打波一換一 花彩miss掉 那這個時候Harrie很能打 一個人頂前面 雙方一換一 雙TP 雙TP想要動手 這個位置 FWP找了一個E技能 但是被B都在牆上之後 還被帶過來了 還想跑 OMG的反應好快 這 來看一下這一波 表現挺好的 還很可惜 後續的傷害是沒有辦法 讓隊友跟著配合的 而且天真這個夜藍瑤 其實睡了很多人 嗯 阻止了後續W的根輸出 以及掩護凱南 是的 凱南就被留了 這時間一直在亮表情 哈哈哈哈 ANGEL 這一波打了一套 就閃現 要閃現 算量洗底洗一下 還有一個E技能 人血追擊 來看一下PB卡 這一波的大招差一點點 沒有辦法打到威我 這個來看一下 直接甩了一個大招嗎 主妹 啊 甩空了 那這樣的話其實是可以拉扯的 旁邊進直接給了一個大招 威露斯的大招也是給到了MARK身上 來看一下龍坑裡面 一個Q技能 MARK下去暈眩一下 但是旁邊的主妹 有沒有人可以幫他 這一波威露斯手順利的進場 許若是沒有套在威露身上 但是這一波的主妹 已經對對方的葵葵給終結了 風在這個位置被迫1技能 偷開 但是還是被對方給擊殺掉 在這一波合到的團戰 有我們這一大獲全勝 哇 感覺只能葬送出自己的團面 是的 來看一下 在這個位置應該是想大天真 但是草叢沒有對方的視野啊 所有人都被卡在上半區 這個愛口裡面 然後這一波想要去硬控天真 然後這一波想要去硬控天真 但是 過去沒有人 就沒有人可以跟傷害 是的 就只有耶布兩個人 你看佛佛第一時間下來 然後給了一個大招 但大部分傷害都被屁屁尬給吃掉了 全擋盾上了 是的 凱南雖然說從龍坑上面跳下來 也開了個滿墊 但是傷害也明顯不足 明顯有點吃緊 是的 哇 就是太想去找天真了 而且現在威威是沒TP的 嗯 也沒閃現 這一波對威威來說很難進場 大招嘗試甩一下 但甩空之後 對於WG來說 就沒有太好的開團了 旁邊的爆破果實已經被點掉 後續凱南過來 也沒有一個爆破果實可以幫助他進場了 是的 但是對威威來說 其實有個繞後視野已經TP了 在身上洗力 這波洗得還不錯 先把4-4的狀態給洗殘了 是 而且威威就算TP到後方 也沒有很好的切入角度 他就只能蹲在三角草 是的 看一下WL怎麼打這波團 威威的想像一定會被這個視野所看見 是的 而且PPK現在是有虛弱的 PPK的先手 又是只能打到Henry身上 不敗狂練 空到朱妹了 朱妹現在是比較的危險的 劉威總轉到後排 而且凱南強行進了 頂著夜藍搖進場 開出打招身上被套虛弱 再次被融化 也被融化 WL要3打5 岩翔也根本就頂不住後續的傷害 維路斯砍下一波WQ 縱負划槍而過 但自己的AD已經率先被處理掉 雙C都倒了 打了一波漂亮的1-5 這一波WL前後分割太過強烈了 就是前面的人想辦法打 輸出但是後方的人 根本沒有辦法跟上傷害呀 對 這是有機會 由OMG一波比賽的節奏 作陣客場 哪怕是定組賽 0-6難球一勝 但是來到夜盤組的組內賽 OMG趾高氣揚 這次做客西安 要從WE主隊身上 拿走自己在賽季的第四分了 我們恭喜OMG 賽季的第四分 恭喜